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所作之善 必回身边 阿慧是一位心地特别善良的人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 但是他却非常热衷于帮助别人 甚至小动物遇到困难 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出手相助 哎呀 阿慧姐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你怎么在喂小黄鼠狼啊 这个小家伙的父母 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不测 他没有亲人照顾了 因为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饿得都没力气逃跑了 来 快吃 那你也不能救他 要知道 黄鼠狼可是杀死我们鸡的罪魁祸首 要是逮到了 打死他都不为过 可你却还拿鸡蛋来喂他 是啊 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何必管这些偷鸡贼的死活呢 他们也是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会跑进村子里来偷鸡的 如果他们有吃的 也不会冒险跑到我们这里来的 更何况这个小家伙才出生没多久 他又有什么错呢 老婆 这些蛋是留给在外打工的儿子的 可你倒好 都拿来喂给这个畜生了 哼 哎呀 这个小东西还知道害怕呢 当然了 你们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动物其实也都是通人性的 你对他好 他知道 你对他不好 他也一样会记在心里的 好了 小家伙 吃饱了 就回家吧 如果你明天还找不到东西吃 就来找我 我给你吃的 阿蕙姐 你不会真的打算一直用蛋 将这只小黄鼠狼喂大吧 是啊 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饿死啊 可是那些蛋不是要留给你儿子的吗 你不是常说 儿子在外打工 最喜欢吃你腌制的蛋 每年你都会准备一些留给儿子 现在你把蛋都喂给了小黄鼠狼 到时候你儿子要吃什么呢 不碍事的 我儿子要冬天才会回来 时间还早着呢 这只小黄鼠狼用不了多久就会长大 到那时候 他就会自己找食物 不需要我的蛋了 不管怎么说 阿蕙你的心肠真是好 我们村子里谁没接受过你的帮助呢 别说我们村子里的人了 现在就连周围山上的黄鼠狼 都受到你的帮助了 别提了 因为这些事情 我老公可是一直耿耿于怀 都还在生我气呢 阿蕙一心向善 可是他的丈夫 却对他的这些行为非常的不满 尤其不喜欢他救助那只小黄鼠狼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又打算拿蛋 喂那只小黄鼠狼吗 是 他那么小 还没办法独立生活 如果我不管他的话 他会饿死的 平日里 我们都舍不得吃这些蛋 你现在可好了 将这些蛋 都喂给了那个畜生 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要是让我看到那家伙 我就把他抓来摔死 你不能那样做 做恶可是要遭到报应的 你常说 做善事会得到福报 我也没看到你得到了什么善报 既然做善事得不到善报 那做恶又怎么会得到报应呢 老公 你要相信我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 随便你吧 你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好了 小家伙 饿坏了吧 我给你带蛋来了 你慢慢地吃 不用急的 阿辉姐对这只小黄鼠狼 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啊 是啊 这些蛋原本是要留给他儿子的 现在都给这只小黄鼠狼了 也不知道阿辉姐的儿子回来后 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生气 他儿子生不生气不知道 但他老公可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不过生气又有什么用 阿辉姐认定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的 小黄鼠狼一天天地长大 他已经能够独自寻找食物了 因此很少再出现在阿辉家附近 转眼间冬天到了 好了 你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饼啊 这不是冬天到了吗 山里的小动物和流浪狗们 要想找到食物是越来越难了 所以我就多做了一些饼 如果他们实在找不到吃的 可以来我们这里带走一些饼充鸡的 又是小动物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管那些畜生啊 谁说他们是畜生 看啊 他们多懂事啊 自己吃饱了会点头谢谢 并且也没有将食物全部都拿走 而是留下来一些给那些同样饿着肚子 需要食物的动物们 哎呀 这不是那只小家伙吗 好久没见 它已经长这么大了 难道它也找不到食物了吗 为了帮助动物们过冬 阿辉每天都会在门口放制饼 而这些饼也都会被不同的动物带走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村子里下了一场大雪 这场雪整整下了三天三夜才停 这场雪可真是大啊 竟然下了那么久 是啊 这场雪下了三天三夜才停 山里的小动物和流浪狗们 要到哪里找吃的 不行 我得多做一些饼来帮助他们 老婆 前几天我们儿子打电话回来说 这几天就要回家了 你不给儿子准备一些好吃的 反倒要帮那些畜生准备饼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是啊 我们儿子要回来了 可是怎么还没到家 电话也打不通 你说 会不会是因为 这场大雪耽误了路程呢 你还知道挂念儿子呀 你不是一直只惦记着 那些动物没有东西吃吗 儿子我当然挂念着 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他 那些动物我却可以帮助他们 再说了 我帮助了那些动物 行了善 得到的善果 一定会保佑儿子平安无事的 要知道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 真是不可理喻 你不是要用这些饼为动物吗 那好 我就在这些饼上涂上毒药 毒死那些畜生 当阿慧将几张做好的饼 放置在门口后 她的丈夫便将一些寒毒的农药洒在了上面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 哎呀 我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这样做真是有些太过分了 不行 我不能这样做的 还是销毁这些有毒的饼才对的 看来这场大雪 真把山林里的那些小动物饿坏 我放在外面的那些饼竟然已经没有了 我还得多做一些才行呢 这样才可以喂饱这些饥饿的动物的 你不是说动物们很懂事吗 还说它们不会将所有食物都拿走 而是会留下一些来 给那些同样饿着肚子 需要食物的动物吗 可是你看那几只黄鼠狼 它们将饼一张不剩的都拿走了 我想它们是饿坏了吧 或许是在山林里有它们的同伴 它们是将这些食物带回去 给它们同伴吃的 现在大雪封山了 儿子是没办法回家的 看来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才能见到儿子 然而阿辉不知道的是 他儿子就在准备翻越大山回家的时候 突然天降大雪 这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 直接将它困在了山里 雪终于停了 终于可以赶路回家了 好饿呀 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了 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不行 我要回家 我的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不行了 饿到走不动了 好想吃点东西啊 如果现在能吃到妈妈做的饼 该多好啊 阿辉的儿子终于因为饥寒交迫 在距离村庄只有两公里的地方 饿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突然感到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在自己身边跑来跑去 什么东西啊 好暖和呀 嗯 这香味好像是妈妈做的饼的味道 啊 黄鼠狼 它们不会是想咬我吧 啊 饼 真好吃啊 这饼的味道和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 嗯 真是太香了 这些饼是你们带来的吗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如果没有你们 我一定会饿死在这里啊 马上就能回家了 爸妈在家里一定等得很着急了 回家后 我一定要把刚才的经历跟家里人说 这真是太神奇了 黄鼠狼竟然救了我的命 当阿辉的儿子回到家后 阿辉和丈夫欣喜若狂 然而 当他们夫妻俩听了儿子的经历后 更是吃惊不已 儿子 那些饼正是妈妈做的 我将这些饼给那些没有食物的动物吃 没想到这些饼竟然救了你的命 老公 你这次应该明白我常说那句话的道理了吧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 是啊 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当初我没有及时醒悟 没有将那些撒了毒药的饼烧掉 那被毒死的 可就是我的儿子啊 你妈妈说的没错 所作之恶留在身边 所作之善回到身边的啊 阿荣从小就酷爱美食 什么山珍海味都想品尝一番 他的这一嗜好 也影响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 他们一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美食家 阿荣 你们两夫妻要去哪里呢 啊 今天我们儿子阿庆要回家 我们去市场看看 有什么野味买点回来 我们家阿庆最喜欢吃野味了 你们家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啊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买点野味回来吃 这还不是跟阿荣养成的习惯吗 听说他从小就嘴馋 现在可好了 让我和儿子也变得像他那样嘴馋了 喜欢美食有什么错呢 好了 不和你们聊了 我们得赶快去市场采购了 中午还要给儿子准备午饭呢 阿荣一家人 一年不知道要吃掉多少野味呢 是啊 他们一家人可是真有口福 我就经常看到他们买来野兔 山鸡 还有一些 我都叫不上明来的鸟儿 带回家做菜 真是让人羡慕啊 哎 这样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之欲 而极下身中恶果 有什么好羡慕的 阿伯 你说这一话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很多人 都已经不再相信 什么因果报应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毫无顾忌地 肆意杀生 阿荣他们一家人 只是为了品尝美食 而残杀了多少生命 而且有一些生命 还是被他们 以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 俗话说 一报还一报 他们一家人 总有一天 是要遭到报应的 哎 因果报应 看来阿伯现在真的信佛了 是啊 这些话就连小孩子也不会相信 何况是大人 不如我们买一条鲤鱼 做给阿庆吃吧 哎 儿子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 今天 我们应该给他准备一道 比较稀有的菜 给他一个惊喜才好 鲤鱼实在太平常了 我也想给他一个惊喜 可是时间太匆忙了 我们去哪里购买那种 比较稀罕的食材啊 这只甲鱼体型真大 老板 它真的是野生的吗 哎 前面好像又卖甲鱼的 我们过去看看 阿荣和妻子 过去一看 便看到了一位小贩 正在叫卖甲鱼 这只甲鱼体型很大 背上还沾满了泥土 它正用惊恐的眼睛 看着周围的人 你们看 这只甲鱼好像很害怕呢 这个家伙可能知道 将要被杀了 看来这只甲鱼很有灵性啊 有灵性的动物 可是不能再杀的 你说什么呀 知道害怕就有灵性啊 这是什么道理吗 你买不买啊 不买的话 只别在这里凑热闹 哎 不如我们今天 就买下这只甲鱼 回家做给儿子吃吧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么大的甲鱼 真的很难遇到 这只甲鱼 多少钱 我买了 啊 老公 有人抢到我们前面 要买这只甲鱼了 现在该怎么办啊 朋友 你刚才不是说 有灵性的动物 不能宰杀吗 现在怎么又要买下它呀 我买下它 并不是要宰杀它 我想将它带到河边 进行放生的 什么 你是说要买下这只甲鱼后 再放回到河里 你这样做 还不如将它让给我们呢 让给你们 怎么 你们也想买下这只甲鱼 是啊 我的儿子今天要回家 我们想做一顿美食 来迎接它 你们想买下这只甲鱼做菜 不行 不行 那样实在是太残忍了 我不能把它让给你们 你们都不要争了 这只大甲鱼 我要卖六百元 你们谁拿出来六百元 我就卖给谁 六百元 这么贵啊 啊 老板 这个价格的确有些太高了 你卖便宜一点吧 老板 怕嫌价格高 那这只甲鱼 就卖给我们好了 对啊 六百元是吧 我现在就给你 好吧 那这只大甲鱼 就卖给你们了 老板 我愿意多加一些钱 买下这只甲鱼 不过我现在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现在就去领钱 算了吧 我已经将那只甲鱼卖给他们了 啊 他好可怜哦 啊 我们儿子见了这么大的甲鱼 一定会非常高兴 是啊 真是好险啊 如果不是那个人带的钱不够 我们可就买不到这只甲鱼了 可不是嘛 那个人真是奇怪 竟然想要出钱买下甲鱼来放生 两位请等一下 请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呢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从你们手里买下这只甲鱼 求你们发发善心 不要宰杀它 将它卖给我吧 不行 我还要用它给儿子做菜呢 你不要纠缠我们了 这只甲鱼 我们是不会卖的 你们想过没有 这只甲鱼 那么有灵性 你们吃掉它 是会遭到报应的 我们不卖你甲鱼 你就诅咒我们 你再敢说这样的话 我就要对你不客气咯 当天中午 阿荣夫妻俩便将这只甲鱼宰杀后 做了几道菜肴 来迎接自己的儿子阿庆 哇 这汤可真是鲜美啊 儿子 喜欢喝 你就多喝点 你知道吗 这只甲鱼 可是非常罕见的呢 你看它的壳 就知道它有多大了 可不是嘛 我们差点没有买下来呢 有一个人 非要买些它放生呢 还说 这只甲鱼很有灵性 那个人 一定是学佛的吧 那些学佛的人总喜欢放生 这只甲鱼 要是被放回到了河里 那我们 哪里能品尝到 这种美味呀 我儿子说的对 不愧是我的儿子 你以食为天 美食吃到肚子里 才不会浪费呀 对嘛 这么大甲鱼 不美美地吃一顿 多可惜呀 来 我们一起吃掉它 然而 就在当天晚上 阿戎便做了一个 奇怪的梦 她梦见了一条大蛇 被砍成了两段 痛苦地死掉 好了 赶快睡吧 不就是 做了一个噩梦吗 这个梦 真是太奇怪了 要知道 我就是鼠蛇的 这个梦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哎呦 你想的也太多了 爸 妈 你们还没睡吗 阿戏 我们还没睡呢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刚才 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 啊 你做了一个 什么怪梦 我梦到了一条大蛇 被砍成了两段 那条大蛇 显得非常痛苦 真是 太可怕了 啊 阿戏 这只是一个噩梦罢了 你快回去睡吧 不要想太多的 嗯 老公 儿子怎么会做 和你一样的梦啊 难道真是因为 我们吃了那只 有灵性的甲鱼的缘故 这 怎么可能 或许是最近 因为工作 过于操劳的缘故吧 有可能 明天我出去买一些 你喜欢的野味 给你补补身体吧 嗯 好的 转眼间 一个月过去了 这一个月时间 阿戎一家人 很不顺利 先是儿子 突然失业 接着 家里又遭偷窃 损失了一大笔钱 再后来 阿戎 突然腹痛难忍 住进了医院 医生 我老公究竟怎么样了 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你不要太紧张了 你先生 是输尿管节时 只需要做一个小手术 便可以了 一个星期后 他就可以出院了 哦 这样我就放心了 你丈夫的肾脂架管 竟然莫名其妙的 自行脱落了 从而导致伤口 不能愈合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医生 你不是说 手术后一个星期 他就可以出院吗 那现在又怎么办啊 他还需要 在这里住多久 近期出院 是不太可能了 你丈夫 你丈夫 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手术 啊 怎么会这样 医生 不好了 那位因为输尿管节时 刚做过手术的病人 突然发起高烧来了 而且 还在不停地抽搐 啊 沙蓉 我老公他怎么了 阿蓉 你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医生 求求你 快救救我老公吧 你不要着急 我们的主任医师 已经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了 他来到后 便可以为你先生 进行手术的 啊 好痛 好痛啊 主任医师 你快点来呀 求你快点来呀 怎么回事 主任医师 怎么还没来 这位病人的情况 只有他能处理 明明说好了 一会儿就赶过来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啊 主任 您说 你的车在路上出了车祸 伤了胳膊 就算来了 也没办法进行手术 那这下 要怎么办啊 啊 医生 你看 那好像 是一只甲鱼 在爬出病房啊 哦 是真的好像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报应 真是报应啊 原来是那只甲鱼 来索命了 由政华波 赴名 中华护生协会 华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195 679 012 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卫生胎儿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共募福恩 现场无法离牌位 请上网登记为往生49日内的王者回向 立刻登记毛孩 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百万倍 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灾界继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学院大悲观音道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长老发育》 经文的用意是说 学佛修菩萨道 修三摩地 尚且要舍身 来破除我字 怎么可以去做 欺骗世间人的 这个熟悉偷盗的 这一类的事情 那怎么可以做啊 经文的用意主要在这里 所以如果有人发心 能够在身上燃一灯 烧一指尖 或者是身上燃一箱柱 热一箱柱最便宜